那我引用一些大德引用的这些 好话一纪来跟各位结言 第一个你要吃素 能够尽可能吃素 如果你不方便 那你就尽量吃清淡的吃素 那第二个呢 要多行放生 放生当然不一定说你去放 一定要去放这个动物的生命 你随时都学会放下自己 随时去包容别人 随时去宽恕别人 随时去礼尽别人 随时不让别人起烦恼 这也是放生 你要第二个懂得放生 心地慈悲 那第三个刚才讲要忏悔 第四个念佛 这是如何消除病苦 跟业障的四个方法 那像我个人来讲的话 我比较赞成说 如果你有时间 你将来各位学佛以后 如果说你将来 慢慢你成家立业 你事业有一定的基础 你要学佛这个过程里面 你想忏悔 忏悔业障 你也可以用拜金的方式 像我就有拜金的方式 我就拜五量寿金 一字一拜 跟各位讲 我当时在拜金的时候 在拜金的过程里面 得到很多发喜充满 那当然因为夏天 拜金的时候穿海青 所以我背部都长了很多水泡 因为会痒 那就刮沙 因为我坦白讲 我在这边也是忏悔 我过去生业障也是重 所以我过去生脾气不好 比较刚烈 所以我从年轻到现在 我的脾气就比较不好 可是我学我到现在 我慢慢脾气就改好一点 所以我脾气不好 所以我的脾气就不好 我每次给中医师把脉 中医师说你脾气比较湿 所以皮肤会痒 那怎么办呢 他就告诉我要吃一些中药 可是都没有改善了 那我从心地去改善 我从忏悔 我拜金 我发愿 我拜三面水灿 一记一拜 我这样拜 那后来拜金的时候 后面会痒 就刮沙 刮沙就拔罐 拔罐以后就会水泡 那就用针把它戳破 让那个容易跑出来 然后再冲淋灵的时候 整个水冲下去 好痛喔 痛完就好 痛快痛快 那现在呢 现在怎么样 现在脾气 脾气比较好一点 比较不会痒 不过以前会很痒 所以 各位小朋友 当然你们现在都还年轻 我们都很羡慕你们 亲人就是你们的财产 但是如果将来 你皈依佛门 邪佛以后 我鼓励你这样 你会变成会长得清安自在 夜战会消得很快 在独宋经典里面 很多经都 大圣经典都很好 无量寿经 弥陀经 地藏经都非常好 普文明也很好 那我几个公案给各位听 独宋经典有时候不可思议 我有一个朋友住在新竹 姓林 叫林师姐 住在新竹树 他的弟弟呢 他神经有一点失常 那我跟你讲 这个东西基本上都是有 夜历千年 他弟弟有时候升起 这个精神失常的时候 发作的时候 我自己去撞墙壁 很痛苦 没办法 脱很痛 没办法就去撞墙壁 结果林师姐就发大心 他看到弟弟这样受苦 很难过 他就跪下去 跟地藏部这样说 那我来送地藏经 回向给我弟弟 希望他能够解悦 不要这么痛苦好不好 他就为他送地藏经 他发愿了 送一千步 后来到三百步的时候 他弟弟心灵这个地铁 三百步的说 他弟弟就开始慢慢恢复正常 现在他弟弟也会送地藏经 不可思议 所以各位如果开始要学佛 你可以读圣贤 弟子规 这个都很好 你也可以读佛门经典 那么第八个 你可以有一本好书 这个各位如果将来有出气 你可以看 我看这本书 我很感动 它叫什么书名 最大的银行 探索生命的黑箱 就讲我们这点心 他有一个年轻人 三十六岁 他的法名 他的笔名 叫陈杰 三十六岁 得了十公分的肝癌 他是一家国际集团的总裁 前途非常的看好 连收入三千万的 他每天就在国外 荷兰美国这样两地帮跑 那荷兰那边总共就请他过去 所以你过来这边当总裁 副总裁 我给你联系多少 就有一天他到美国去开会 那回到台湾来以后 他去看他一个同学 他同学得乳癌 他同学的太太得乳癌 那他同学就告诉他 这个癌症怎么形成的 那他去关心他同学 他同学跟他讲 他太太得乳癌 他就很震撼 那他同学跟他讲 你要不要顺便照照你自己 这个也是好阴连 结果他同学就叫他照以后 照出来以后 结果他得了十公分的肝癌 他整个人整个改变 完全失去生命的堕住 他完了 我人生完了 我这么年轻 我这么有钱 我的事业这么发达 我是国际性的公司的总裁 我死了以后 我看他怎么办 我想他怎么办 他开始悲伤 但后来他吃各种的药 什么中药 什么西药 他全部都吃过了 有没有有机 全部都吃过了 再怎么吃 他都很奇怪 那个甘主术脑子降不下来 降不下来 很高 他开始接受佛法 他开始接受金刚经 开始接受鸟环视性 他去看鸟鸟环 怎么改变命运 他后来再看 看这个金刚经 怎么去转这个心链 他后来慢慢学 用佛脑方式 从心地去改变 他开始发善心 发愿力 去帮助别人 他后来 他肝癌慢慢萎缩了 没有往生 所以他就发答应说 我要把我这个生命的过程 写出来 这本书叫做 最大的银行 探索生命的黑箱 他说为什么我们人 有时候寿命会减短 会增加 因为我们的生命 本身就是一个能量 寿命 我刚才讲说 寿命不好求 但是它是一个能量 你尽量用能量吧 你就尽量用福报 你福报用完了 就像电灯 没有电池一样 就没有电了 所以我们的福报 就像电池 它一定会用完 各位记得这个研究 那他就说 我们生命是一个能量 后来他就看一本书 中国最有名的气功大师 颜辛 我不晓得各位没看过这本书 颜辛 颜辛在书里面这样讲 他说三分修 他也是见过他 他说三分修练 七分修 一分修练 九分修 修什么 修德 所以颜辛带他的徒弟的时候 徒弟要跟他学气功 他跟徒弟讲 他说你不是跟我学气功怎么比 而是学心怎么修 他说从这个地方开始培养起 你的气功才有办法成正面的力量 否则没有用 所以他颜辛会带他弟子去做善事 到处去做善事 然后再来修炼气功 有颜辛跟他的弟子讲 他说 仲德是命门之所在 功德有多大 功力就有多高 福分就有多大 他说仲德是气功 窍门中的窍门 是技术中的技术 在气功中非常关键 是命门根本 是要害的地方 各位你现在就知道 怎么去消灾元寿 怎么去延长寿命 你就必须要去培德 去修德 去养德 那德在哪里 德就在你的智慧 你的清静心 你放下毛病习气 你改过千善 你发现那个德 德性会显化出来 德性会光明 就是你的品德 展现外面的就是慈悲善良 温良功俭善良 你不会吃亏的 你的德性 刚才我们讲 孔子赞叹顺 他可以享受福禄色 忠妙享之 所以我们应该要了解 圣神的话 是在教我们这点心 这点心的功德 信德把它开显出来 把它开发出来 所以 袁新就跟他弟子讲 以德为本 做好事是打开你自己 身体能量参顾的金钥匙 他说如果你都没有办法 去改变命运的话 你开始学做好事三连 你看能不能去改变你的命运 你做三连 日以继续去做三连的善事 看看可不可以改变 你的情绪 你的脾气 你的个性 你的遭遇 你的命运 我想各位今天 如果你六个小时里面 听我讲这些因果的扩程里面 我相信 你一定会 在你的心里里面 种下这个善的种子 种下这个因果的种子下去 你会不只改变 你这一次的命运 而且会改变 你生生世世的命运 所以 这一本书 我给各位郑重推荐 这个承洁 后来它这十公分的肛癌 后来萎缩了 现在还活在人间 在说法立身 他写的书 我非常的欣赏 他说我们人的生命 原来是加减乘处 怎么加减乘处 你如果做一件善事 给你加一分 因为生命就是一个 能量的一个聚宝盆 你全是带来的生命能量 里面印藏你的福报 那你如果是做一件不恶的事情 就给你减一分的福报 减一分的能量 是减 如果你做一件大事 像我们今天新竹进宗协会 办这种地主规演习 这是大事 它会变成一个种子 那这个大事 它的能量 是用成的 倍速成长 如果你做一件大恶的事情 你做一件伤天害理的事情 你以为天不知 鬼不知 你做一件大恶的事情 我跟你讲 你被这个鬼神侦查知道了 就是减受 多你的计算 多你的寿命 那你的生命能量 就被除掉 除掉就很快 一下就不见了 本来应该活六十岁 三十岁而已 除掉 除奥恩主义 所以生命 这个承洁 他就研发这个道理 他说 他创造这个道理 他说 原来是在加减乘除 火车的话 为什么颜料还可以延寿 可以多活了那几十年 为什么进宫法治可以延寿 就是加减乘除 我们已经懂了 我们懂了这个道理以后 我们从现在开始做 从现在开始做 从这个念头开始做 你完全改以后的基本 不是等明天再做 不论等明年再做 我跟你讲 实不我欲 无常信事 世之已过 命亦随俭 棺材不一定装 老年人的棺材 他也有装年轻人的 炎王谁只会寄这个信 三封信给你 以前在太上感应片里面 感应片里面有讲一个老先生 去见到炎王 他跟炎王讲 炎王你怎么没有告诉我 做好人 做好事 炎王说我有寄信通知你 他说你寄什么信 他说有 你眼睛开始看不见 你耳朵已经开始聋 你牙齿掉光 你走都走行动 不方便 你不能走路 我已经开始寄信通知你的 就像各位 我们去当兵 兵力通知师 他说我已经寄信给你 怎么没有发现 那个老人说 讲的也有道理 你已经寄信给我了 我怎么都没有发现 那有一个年轻的 王魂就过去问炎王 炎王 那他你有寄信给他 眼睛看不到 耳朵聋 行动不方便 那我呢 我还这么年轻 见不如晖 他说有啊 你不是前几年 隔壁有一个十几岁就往生了吗 有没有对 有没有 有有 有没有一个在 因为我出生怀疑就死掉 有没有 那我就寄信来告诉你了 那个年轻人说 那这样好 那我知道了 所以呢 我们要懂得说 怎么去修 就写这个晨洁改变命运 他连肝癌都可以改变 他后来就是 从遵循这个 言心气功大师讲的 重德为本 以德来转悦 终于活过来了 是这么殊胜的事情 所以他把这个秘密 拱足于世 原来生命的能量 是加减乘处 太好了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向圣贤看齐 这些都是菩萨视线 所以没有所谓善 没有所谓恶的 善恶本来是一个视线而已 你如果去转变 那才是重要 那第九个呢 这个如何改变命运呢 前面讲了很多圣贤的道理 那我归纳成四个重点 一个心是福田 从你心里开始去耕耘 你用心不同 结果就不同 那决定在你自己 我刚才讲 从下一练 这一练开始改变 决定下一练的结果 那过去的不可追 亡者不可追 那第二个 重新做起 那么 这个 第三个呢 不要降福 福报 我刚才讲是一个能量 那第四个 福报要去布施 去供养别人 去帮助被苦难的人 那第四个呢 切莫杀身 你不要杀身 连小动物都不要去伤害它 为什么 你杀一个生命 你就是欠一条命 福报不能够抵业力 福报不能够抵业力 那只有业力怎么效 功德在法身中求 功德就是借定会 谢多谢多之间相 我有一个好朋友 一个大基士 做很大的福报 栽生做善事 去年的11月3号 他到金门去做水陆大法会 都他办的 四百多个义工过去 结果回来那天 华会结束 他是要去超度 那个阿兵哥阵亡的 包括大陆跟我们台湾的 结果他回到台湾了 他理由 已经在床铺上了 已经演练一席了 猛暴性干领 受到林口长江医院 马上插管 第二天就死掉了 三二七岁 他非常孝顺 他是来报恩的 他是一年到了 他离开 因为他本身 其实他只是在做生意 是一个善人的子弟 他也并没有完全走路 修行这条路 他爸爸非常不舍 那后来 后来 他这个 这个大基士 他把他上次办完以后 他马上自己的夜报又现前 他生一个台湾俗话讲叫 飞蛇 台语叫飞蛇 叫飞蛇 就是一种 你很劳力的时候 他会病毒攻心 他病毒怎么进去呢 病毒从眼睛进去 就穿过这里 变成在里面 没办法开刀 那眼睛就突出来 然后呢 五个医生会诊 没有办法 那后来用民俗疗法 民俗疗法 我后来问他太太 我说 你到底也没有跟动物结构恶颜 结构恶颜 他说有 他说 师兄 我曾经做梦 梦到一只大蛇 后来我女儿往生前 在门外呢 竟然跑进去一条蛇 在我女儿房间 他承认有杀过一条蛇 所以 不要杀害 小生命 我今天讲这个 公文讲出来就是 希望帮助我这个好朋友 能够消贪的业 他现在在疗养中 炎气大伤 所以 最后呢 我让这样来给鼓励 我用文昌地经 这个英志文里面呢 我来用这一段 做一个总结 英志文 各位可以去读诵 他里面讲 人能如我成心 天必适如已福 盖存心在我 只求克师父信 以示天 任天之报师 走气泪相从 自然不爽 是知气候招呼之道 端在存心 以直在 真正相信英国 这个人有福 不相信英国 没有福报 眼前虽有福报 那是过去生修来的 想尽 想尽 则没有了 那文昌地经怎么鼓励我们 他说你要跟文昌地经一样 要修身养性 那天 就会 世主给你福报 那你 你存心在哪里 你存心 在自己 你要把自己的习气 改掉 这个叫做 克师父信 气到习气 恢复你的本性 那任天之报师 天如果给你好报 你感恩 天给你不好的报 你承受 你消业 走气泪相从 你产生这种 正念的气场 那自然就会 气泪相从 自然 不爽就是会改变 那这样的话 是气候招呼之道 如果去把福报引过来 把灾后去掉 端在你存心而已 所以我们如果能够知英国 老实上讲 这个天下就是太平 那我今天所讲的 这一个 英国的故事 就是 古往今的X档案 迷信理智 人生价值 到今天圆满 我非常感恩 金融协会给我这个机会 让我跟各位 用这个沟通方式 把英国的理念讲出来 把古今的故事 讲出来给各位 是一个启发 是一个开始 是一个教育 是一个传承 我希望各位 把这个故事 讲给别人听 那你功德无量 你会争武争会 那我也要非常感恩 今天被我讲故事 出来这些被害人 可以得到 因为这个功德 得到超度 所以我在这边 很虔诚的 我要把这个功德 回向给林口 那个厨师名案 那个夫妇被杀死 以及那些嫌犯 他的儿子已经被枪截了 我希望他们能够得到超度 能够解冤世界 那我希望把今天这个 英国讲这个功德 回向给 九个英国故事里面的 台中陈女 被媚师案 台北县的周某 石板商人 瑞芳 这个无姓的 女高直升 第四 桃园县的这个陈女 被他先生杀害这个陈女 第五个 新竹这个六岁的儿童 第六个 铺子 嘉义铺子的这个 汽车旅馆的黄姓工人 第七个 脱脱机的这个 诚信的这个手脑 第八个 第八个 这个是这个 永和法官助理命案 因为他们今天的视线 这一个 这一个被害 但是这是一个菩萨视线 他们来视线因果教义 真实不虚 那他们本身就是菩萨 我把今天这个收法功德 回向给他们 我感恩他们的成就 让我能成就今天这个奖金英年 希望他们能够解厌世界 业障可以消除 可以离苦堕落 往生极乐世界 往生极乐世界 承愿再来 感恩各位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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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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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